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不是蓝色的吗? 美女,水也是黑色,Peter Sir没有吹水 在9月份,水晶900年发生30日显化课程 所有学费将会全数捐给泰国曼谷金佛子作为前线的用途 在这个功德是宇宙显化的重要一环 各位朋友,做善事之余又可以学到水晶显化的秘诀 大家快点来报名吧 一个听众经常问的八字五行和水晶配搭的问题 很多朋友都知道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时间 找出自己的八字五行 知道属性和用神技术 当你发现你的技术是火的说 这样是不是所有红色系列 粉红色系列、紫色系列的水晶全部都不可以带呢? 这样又怎样可以增强人缘、因缘的运程呢? 因为主管人缘、因缘的水晶都是红色或者粉红色为主 这样的话令到很多朋友都很困惑 怎样去处理才好呢? 我介绍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配戴七彩水龙珠 原因它的颜色是根据五行 双身次序排列配搭的 这样就可以达到通关能量平衡 还有七彩水龙珠也都可以显化所有种类的愿望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 水龙珠一定是要经过高增大德、师傅加持开光才有效的 如果不是的话效果是很参差的 而且记住 愿望一定是要一个还一个去完成 不可以同时我几个愿望一起去做的 而通关的重点在于颜色、双身的配搭 例如金身水、水身木、木身火、火身土、土身金 这样的配搭就是例如我们再讲白色、蓝色、绿色、红色、黄色 这个步骤以颜色和次序是很重要的 不是乱来的 有其他朋友亦有查询 这样的话我是否用其他水晶的不同种类水晶 是不可以根据以上的颜色组合去排列 那又是否可以达到这个五行通关呢 是对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同种类的水晶就好了 发出不同水晶的震动频率 这样的话就会令能量输出不一致 不一样的嘛 因为那些能量不一样 好了 没有办法达成许下你的愿望 所以如果只是找出不同的颜色水晶 我注入一齐 这样的手链功效不会太大了 通常这样只是帮助身体能量的平衡 同样的情况 如果你的寄层是土的朋友 那是不是不可以带黄色系列的水晶呢 黄色是礁材水晶 那又不是这么说 因为你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方法 可以用五行通关的水龙珠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了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钟 追踪通知 我每日会准时12点钟和你见面 你在哪 ini щ回应 那你